13号凌晨1点有一位林姓的民众和她的岳父 两个人在山区里走散了 期间因为受风吸水湍急陷入困境 西林村当地居民发现 林姓民众透过灯光和呼喊引起居民的注意 赶快报案项请帮求助 西林派出所的远警 获报之后迅速赶往现场 由于河水湍急 无法立即展开救援行动 联系消防队并通知山警 前往协助在山警的引领之下 警方与消防队穿越极流 终于是到达了被困民众所在的位置 本分队于8月13日凌晨2点13分接获报案 由于民众上山打猎遇返家居中 因天色昏案不胜迷途 受困于万荣湘西林村受风吸河案 现场评估水流湍急渡河不易 救援人员现场架设绳索成功将民众脱困 民众表示未受伤不需救医 自行返家休息 经过详细评估后 消防队采用横渡绳索的方式 成功将受困的民众安全渡过河流 使他们成功的脱困 记者林杰 万荣湘采访报导